大家好,我是烟草经销商小七 众所周知,烟酒店中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团购订单 那么如何和这些团购订单的大客户交谈就变得十分重要 下面小七就来介绍一些交谈时的小诀窍 助你拿下大客户 人的一举一动,一句话,一个字眼都是一种信号 我们需要掌握大客户的每一个表情,反应 这样就能时时刻刻做出应对,推销出我们店的产品 通过分析客户的举动来掌握他们的消费心理 做到这样我们的工作就会十分的简单 烟酒店就可以赚得更多的钱 首先我们谨记一个贯穿始终的原则 少说多做,留时间给客户谈他们的顾虑想法 学会倾听客户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只顾着说就会错过客户的真实需求 我们能听客户说的越多,越是能够得到客户的喜欢 这不仅仅是一种礼貌,更是一种尊重 我们持续的目的就是让客户没有压力地说出他的想法 其次我们是做什么的 有的人说我们所有的目的就是把产品卖给客户 对,没错,但是不是把货品卖出去了就完了 我们更需要留住顾客,让他下一次还来 为顾客服务,帮助客户解决问题才是真正留住人心的销售 在实际的销售对话中客户的问题会出现很多种 我们需要细致的解答,打消顾客的怀疑,把货品卖出去更赢得人心 最后我们需要在谈话中注意客户的微表情,话语字眼 当客户有极度的感情时,往往会在对话中要通过一些字词表现出来 如太好了,真棒,怎么可能,非常等 这些字眼都表现客户的情绪,表明了他们生成的想法 我们在倾听时要格外注意抓住顾客的一举一动 当客户在话语中流露出有利于购买成交的信号时 要抓住机会及时促成 另外,在我们与客户沟通的过程中,客户通常也会通过肢体语言来表达情绪 长歪头,手脸接触,屈伸前倾,手指尖踏行,拇指外突,双手抱在脑后 是一些积极的身体语言,表示此过程中顺利 但是如果有消极的身体语言就要注意了 这些动作很有可能意味着这场交易会失败 假装捏绒毛,拉扯衣领,缓慢眨眼 腿搭在椅子上,缓慢戳手掌等 我们就是要提前做出应对方案,重新抓住客户的心 客户无意识的肢体语言会流露出他们的真实想法 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来把握客户的心理动态 只有多观察,多思考,多实践 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客户的所思所想,促成大订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